遇过同学那个问题 可是有的同学会遇到 那遇到通常都是 那个做的步骤跟我不一样 那你如果步骤一个地方 环节跟我不一样 结果也会是不一样的 OK 不然你就尽量先照我的方法 然后等到以后 有机会再去做变化 那所以我都装在根部底下 好像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我们刚刚是什么 打开这个 然后呢 Scripps 有没有点一下 那这边打CMD Enter一下 那你就打那个什么 Pipe Install 那个Pipe Install 那个Beautiful Soup是这一行 那它就会出现正确状况是 它会从网路上下载 就完成了 这个是比较标准的 当然如果Scripps OK的话 我是建议不然你就干脆装 3.7的版本 反正就是再把那个路径 重新指向一下 也许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之前同学问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跟那个路径有点关系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我们直接找到那个根部的位置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不用去设定 所谓的那个PACE的问题 入境的嘛 我们最早不是有打过 的PACE吗 那这个方法就不用去管那个PACE部分 如果说当然如果你有PACE的话 你就是其实也不用找到这个目录里面 你直接就开启那个命令提示资源 或者是window键加R 打CMD 然后你就不一定要到哪里 到那个目录里面 然后你直接打PIP install 他应该也会直接帮你把那个 比如你把那个PIP install 这个地方把它直接复制 然后你直接到这边 因为你有路径 所以你直接呢 就是直接PIP install 他也可以抓到那个Scripps里面 那个东西 OK 就不一定到那个目录底下 但是我的习惯 因为如果一般 如果电脑会还原的话 每次都要设定一下PACE的麻烦 干脆就不用管PACE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可能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前面有讲过 所以尽量回去 反正多练习 然后如果忘记的话 可以看云端上面的话 反正照着做 OK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下载Youtube的那个东西 那Youtube的连结在这里 刚好我是利用那个上 第九次上课 OK 那其实每一次每一次上课 回去一定要多 多看之外要多练习 因为这东西其实练手 就OK 而且非常好用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把这里面的什么东西抓回来 它的title 这上面的文字 还有里面的超连结 OK OK 里面的话 其实看起来 观看次数 这边都有 但未来 我现在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其实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 直接问问题 OK 我也会看到 那也会回复你 如果你要告诉你的问题在哪里 不过基本上我发现大部分 如果你重看过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反正多看个几遍 然后再来就多练习 应该大部分问题都可以一任何解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第一个我要把这个路径里 这个网址里面的标题跟超连结都抓下来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我先demo一下完成的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是已经做完了 程式只有八行 然后呢执行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 它就会出现 可以再试一下 再看一下 那我就可以直接 把那个网路上的资料 把它直接抓取下来 那抓取的部分的话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一样用那个request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input input那个beautiful soup 后面不用加版本 因为它本来我们 那个pip iso这边有个4 不过呢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不需要去 那个给它版本 然后呢 因为它的beautiful soup 名称太长 所以呢 我们可以哦 把它重新再 就是 如果说你要给一个名称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从那个 它的套件里面 再把它的module input进来 所以在beautiful 它的简称叫 BS4 在这个BS4里面呢 抓到beautiful soup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第一个一样 把它里面的资料 把它用那个request的方法 get 后面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 刚刚网路上面 这个网址 直接把它复制 所以这个网址复制之后 然后呢 直接贴到那个get后面 所以它抓回来 其实用request抓回来 其实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网页里面的原始档 所以其实就按右键 右键里面有个什么 检视原始码 实际上就是把这些原始码 帮我get回来 不过里面这么多东西 那基本上我只需要找什么东西呢 找那个我的tug 就是我的那个标签名称是 就是a 并且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这个tug 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呢 按右键检查 它的class名称 就是叫这个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基本上 你可以用beautiful soup里面 一个方法 叫find 它有点类似像什么呢 我把这边找到之后 把这个复制一下 有点像什么呢 Ctrl-C 比如说我把这个名称 Ctrl-C 然后再按Ctrl-F Ctrl-F之后呢 把这个class呢 贴到这边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有点像find的 寻找 那它这个beautiful soup里面 有个功能就是find find什么呢 find这个标签 那我这是可以把里面找到 你会发现这个标签里面 总共会有六个 其实基本上刚刚好 刚好这边一到六 刚好就是我要找的 可是问题 我不可能如果现在这样find一个 然后往下再找一个 再往下找一个 这样基本上只有看到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看到 我今天是要把里面的资料抓回来的话 那我可以用什么 beautiful soup里面 资料再把它get回来 那我把它执行一下 这好像有点问题 我先画面先还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它从网路上捞下来 基本上程式就只有八行 就可以把程式 就是网路上面的资料呢 全部都抓下来 那主要靠什么呢 用request有没有 request有一个get嘛 把这个网址喂给他 那他就帮我把所有的HTML的那个原始码 通通放到这个HTML的这个物件里面 那这个物件里面有个属性 叫HTML.txt 点test就里面的文字 也就是那个下来的东西 那些塞到HTML里面 那我要的是把里面的资料再转成文字 OK 也就是像刚刚我讲的这地方 按右键 这边按右键有一个检视原始码 那就这些东西 不过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看懂 并且找到你那个位置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你就是要怎么样 慢慢去爬 但是你会发现 光看到这些都涂晕了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会选择把它关掉 那我要的是什么呢 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找到那个按右键检查码 然后呢找到这个位置 那我要先知道HTML的标签 所以HTML标签基本上一定会小于开头 有没有 小于开头A嘛 或者是说你会发现底下还有其他DIV嘛 或者其他相关的 这些都是所谓的HTML标签 那A的话呢 等于是他带有超连结 那里面有个class 所以基本上我们把这两个讯息知道之后的话 那位给那个BeautifulSoup 他可以怎么样 根据这个网页做一个parse 他帮我做里面资料的一个 一个取得一个分析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可以位给他用那个 再来就是用BeautifulSoup 将这个 这个request得到的这个文字位给他 然后呢我要的模式就是我要把里面的资料做一个分析 然后他会产生对应一个物件 假设这个名称我叫SP 那这个SP物件 里面有一个方法叫Find All 大家有没有用过Ctrl F 我如果说呢在这里其实以前都会Ctrl F 先看一下 那我比如说我要找什么 找这个标签 那你会发现他找到有六个 那这六个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要在Python里面帮我显示的话 那我可以用Find All的方法 然后告诉他两个东西 第一个 我的他的HTML标签 先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后面这一串 那后面这一串怎么取得呢 其实就是他的class 所以你特别注意就找到class 这个后面这一串 他有很多class 你找第一个吧 理论上就是第一个 如果第一个不是的话 你可能要再往后找 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class 他好几个 不一定是第一个 OK那Ctrl C 然后呢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贴上 那接下来的话他Find All 贴到的意思是说找到里面所有东西 所以他会找到六个 刚刚有贴到贴六个 那他就会丢到这个前面一个V 这个V的话实际上 不只叫List V好了 我们应该如果这个地方 其实他应该是List 他是一个串列 串列这个List V 那我们如果要把这个List V 分别怎么样 分别把它解析出来的话 那我可以用一个for回圈 用for each的方式 for each 每一个里面要找的东西 全部一个一个 帮我把它列出来 那你会发现 里面我主要用两个东西 一个是.test 然后呢一个是get href 这个ref呢实际上就是 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是网址的话 后面的话他会有个属性标签 叫href等于 那我要把后面东西抓回来的话 那你可以用get的方法 取得他这个属性 那所以呢我可以执行的话 你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就会出现什么呢 第一个是标题 就把这个标题有没有 一个一个的帮我列出来 那并且帮我把href 里面的超连结 也一个一个帮我把它摆在底下 OK大概结果是这样啦 那我们逐一来看哦 首先的话未来当然 这是用回圈全部写出来 可是如果未来 假如说你们要逐个逐个来看的话 你可以回头 假设我们今天如果先从头来 假设我不要一次全部抓回来 我如果说呢 我今天希望逐个逐个抓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 你可以用那个这个地方 除了用fine all之外 其实他有一个叫fine fine的话呢 基本上指的就是找 第一个的意思 如果你要找全部的话是fine all 全部哦 fine all 那如果你只要找一个的话 假设啦 因为有时候练习 你可能还不确定说 你给的那个标签 跟给的那个class名称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 在练就刚开始先测试说 先用fine的方法 那比如说我现在fine的话 他只会找第一个 那我怎么知道我找到这个东西 是不是我要的 你可以把它先fine 用fine的方法print 然后把找到的东西 把它print出来看看 比如说找到嘛 fine 然后找到里面的东西 先丢到 先print出来 我确定一下 这是不是我要的 把它print出来 你会发现哦 它print出来的话 就长这样子 OK 意思就是说呢 我现在要找什么 找它的特性是A 而且它class呢 是这种class 那请你帮我在 那么多的那个东西里面找到 其中一部分 可以看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其实Beautiful Soup 其实它做最大的功用就是说 它可以在很多的程式码里面找到你要的那个部分 那它怎么找 就是两个 给它两个讯息 一个是HTML的标签 一个是它的class 就是它的css 所以这两个东西给它做 基本上网页里面哦 就可以找到很多是你要的东西哦 所以以后你要成为一个网路爬通高手啊 恐怕你要对那种HTML跟css 至少还有点基本概念哦 如果你没有这种概念的话 以后你要找资料 找那个网路上的资料 那当然就会有问题 但是现在已经爬出来了 可是我要的东西有没有在这里面 有嘛 诶 有没有哪些 你会发现有 在这里 这个东西是我要的 OK 然后还有哪一些呢 HREF 有没有 这后面有一个HREF 在这里 HREF 那特别注意哦 这里面的文字哦 OK 这里面你会发现A到A 它中间会有一些东西 这个叫tether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的话 就是点tether就可以 它里面的资料嘛 然后你把它print出来 点tether 它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但是问题你会发现 它前后有一些空白 那如果前后空白要把它去掉的话 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用一个什么 Strip 有没有 小瓜红 这个strip呢 意思是说我要把前后的空白 通通去掉的意思 所以你把它strip 把它去掉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里面 它说什么 strip 打错了 这边有一个strip 少一个I 然后呢 它会帮我把什么 把前后的那个空白拿掉 OK 那接下来后面 我如果需要什么 需要那个把那个什么 假设我今天print 比如说我今天是要把那个超连结部分把它抓回来的话 那我可以拿透过这个 list v 电 它里面呢 有一个get的方法 get什么呢 小瓜红 那后面的话 因为我刚刚不是有个href的一个属性吗 没有它反正后面好几个嘛 那如果你要抓其中一个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你就直接在后面呢 跟它用get的方式 把这个给抓出来 后面记得后瓜 因为刚刚好像漏掉了后瓜 我执行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什么 一个标题 那一个这个超连结 不过目前 只有抓一个 那如果你要全部抓回来的话 全部哦 所以目前是抓一个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全部的话 那这个时候请你把它确定OK了 把它改成底线 加一个all findall 所以它的逻辑还蛮容易理解的 抓一个 所以理论上 刚开始我会测试的时候 我先抓一个看看 如果抓一个OK 那我就抓全部 不过呢 抓一个它回来的话 会是一个 一个字串 可是如果抓 全部的话 它可能就是一个list 一个串列 那我当然呢 如果一个串列回来的话 那我就必须怎么样 跑一个回圈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for 所以我刚刚用for回圈 for s in 哪一个呢 我list v list v 然后呢 这个list v里面呢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帮我print了什么 这些东西 所以这两行 基本上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 这边按一个tape 那只是说把那个list v 改成s 因为我就是把东西丢给s 那请你帮我怎么样 帮我抓list 这边抓一个s OK 那这样的话 它就是把第一个先位给s 然后呢 它就帮我把它 从那个标题 先帮我输出 然后超连结再帮我输出 然后换下一个 所以基本上呢 这样的话呢 就指的是多个 然后我把上面这一串 这两行 竖解掉 OK 你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啊 OK 那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就是1到6 的标题 加上1到6的超连结 就全部出来了 OK 所以 直心 这个OK 前面如果说你要再加一个标题 比如说 我希望呢 前面这个叫标题 那你可以再加一个字串 王子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你会发现 基本上没有写多少程式 基本上就只有八行程式 很快的就可以把网络资料给抓下来 所以这些如果你可以熟练的话 网络上很多很多的资料 都会快速的把它结取下来 所以 特别是要把重点回顾 一 先把那个Beautiful Soup装起来 第二个的话呢 到那个我们的 这个网址里面 记得按右键 检查一下 那检查呢 特别重要你可能要慢慢习惯这个环境 因为这个环境 看起来其实有点复杂 不过这个环境其实还蛮好用的 你只要游标放在这里 它会告诉你 目前指的这个范围 就是你要的范围 那你要利用Beautiful Soup帮你抓的话 记得啊 先抓前面的标签 OK就它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啦 像什么TDTable一堆一堆的 有没有 就是所谓的标签 后面的话指的是Class名称 就这两个特性找到的话 你要的资料呢 就可以很快的把它爬下来 那当然未来如果你要再 喂给其他的城市用的话 也许你可以在把之前我们教过的 把它存成那个什么 存成档案嘛 你比如说点CSV嘛 也可以喂个Excel Excel就可以打开了 或者你可以存到资料库里面 或者未来你可以再连结什么 其他资料库 那就可以跟其他城市做串联了 OK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主要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外挂 我们之前第一个request已经讲过了 今天主要利用那个Beautiful Soup4 的那个功能里面就是用那个 把他里面就是抓下来的原始码 先喂给Beautiful Soup 那他主要的作用就是说 帮我扒取那个我要的标签 跟他的class标签class 就tag跟这两个讯息 给他之后的话 那请他帮我找 如果找一次就find 找全部就是find all 其实基本上这样就已经很够用了 如果说你会这些方法 然后我看到大部分的网页里面 基本上你要的资料都爬了下来 除非有一些个案 当然就另外处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范例就是抓取那个 YouTube上面的这个清单里面的标题 跟敞定一根超预提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